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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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很希望弟兄姐妹能够邀请朋友来 因为我个人认为 不单单是神的儿女需要神的坏 我相信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坏 我们的朋友可能他们还不是基督徒 我们的目标不能给他扶持这个人 但是我告诉你 他们也同样的需要神坏 但是这是你给你阿弥医师的人的坏 所以神的坏也不是单单给我们这些做为他的人 那这个目标是在大阿弥医师的众子 你需要给那些我们的合理们 阿弥医师的阿弥医师的目标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节目 就是我们要选择放手交给神 我们要选择放手交给神 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 我们期来读这段的经文 诗篇55篇16-17节 然后是22节 华平衡外体窗的ior imag hoy 我们一起来主 我们一起来 自以为我 我要求到神 天国必拯救我 我要外赛 早晨 享武 爱神给他 他也必听我的声音 你要把你的重担谢给天国 他必抚养你 他也不叫我必能够 我很喜欢最后的这一句话 你要把你的重担谢给天国 他必抚养你 他永不叫你女人动摇 我们一起去教育 你也不得着大下下有 脱臂不义你 脱永败借你能够 今天很多人生活充满重大力 有许多人心里面有很多的忧虑 有许多人心里面有很多的药人 有些人心里面的伤痛永远都不能够磨灭 老师让丧天他的喜悠 永远不能够闻你 我想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不会放手交给神 我惜之中这些的怎么样子 不能够过手过家 当我们所爱的人已经离开我们之后 多么你所爱人也将内天我依致啊 如果这个已经成为了一个定局 我们要学习放手教语 圣经说生有识 死有识 哭有识 笑有识 哭有识 谢有识 还有一句话 它说抓紧有识 舍弃也有识 把要去修过 抓紧有识 死去有识 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人生在我们人生中 面对艰难的时刻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所害的人已经离我们了去了 或者我们受到所爱的人或朋友的伤害 我们当然会伤心 我们会失望 我们甚至会痛苦 但是我们不能够长期的痛苦下去 但是我们不能够长期的失望 我们不能够长期的失望 圣经说故有识 笑有识 甚至说哭有识 谢有识 我们就要选择把我们的伤痛 把我们的失望放手教给神 在人生里面 我们要学习放手 不要一直的抓紧这些的失望 抓紧这些的伤害 当我们选择放手教给神的时候 所以我们学长过修过哈山的时候 这个表示什么呢 这个表示我们做了一个决定 这个表示我们做了一个决定 这个变成我们做了一个决定 我们不要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受害者 我们再也不是自作是一个永恶者 我们要从受害者的身份 我们要转到一个得圣者的身份 我们要有永恶者的赏 我们要有永恶者的赏 所以有一些人心里面充满伤害 所以也要是让伤害们充满血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受害者 要你不是自认是一个受害者 如果你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受害者 如果你一直不是自认是一个永恶者 你永远都会在痛苦伤害当中 你用于不是在痛苦邪国中 不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要学习放手 也不再获醒 做回另外条路 我们要成为一个得圣者 不要成为一个受害者 我们也成为一个圣者 再也成为一个永恶者 同样的 同意 有时候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理想 要找我们有很多的类似 我们有我们的梦想 我们要我们的梦想 或者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有一些的期待 但是我们应该我们不招摇心之类 但是可能有一些因素产生 但是不让摇心充满血 我们的理想破灭了 我们的类似特别也 我们的梦想已经没有了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面 同样的我们要学习 把我们的梦想在这个放给神 同意我们也有在我们的梦想 这一次的过法上 我们相信神会另外给我们一个新的梦想 在上几个星期的时候 在上几个星期的时候 我也说如果我们要别人改变 那我们要我们之后 我们也要那些质品 我们自己先要改变 我们是自己的质品 我们要先改变我们自己 我们是自己的质品 然后别人才会因为我们的改变而改变 以后别人让人让人让我们 我们一个质品是质品 这个是有时候 这个是有时候 不过有时候呢 我们已经建议做好了我们的本身 但是有时候我们已经 让你做好我们的一个办法 我们已经改变了 我们已经给别 我们也祷告了 我们要得了 我们所做的 什么都做好了 我们所做的才能够做好的 我们因为这样的原因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孩子改变 我们要当过这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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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质品能够改变 我们很怕我们的精神能够改变 但是我们看不到任何的改变 但是我们吃不加质物会改变 我们改变了自己 我们改变了自己 对话还没有改变 但我还没改变 这个时候我们会很上次的 这个时候我们会很稀少 我们会失去这些情乐 我们会再去一些事物 我们亲爱弟兄姐妹 在这样的情况里面 同样的我们要学习 放手教给神 我发现到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我们最要学习的一个顾客 就是要放手教给神 如果你学会了在应该放手的时候放手 我相信你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你是一个勇士 因为放手并不表示你软弱 放手表示你是一个强者 在人生的道路里面 你会发现到放手需要更大的勇气 所以勇气比你抓紧更大 所以不要以为我放手就表示我是一个弱者 但以后 或许你又是一个亚贼 不是的 你是一个强者 你是一个经典 同样的 同意 放手并不表示你放弃 或许能不表示你获释 放手乃是你愿意把这些的事情讲给神的 你知道了你已经做尽了你应该做的本分 你想对你讲做啥也应该做的办法 然后你把这件事情你说神啊我要让你来掌管 要你不辟身是不离不让阿们也喊一人去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放手呢 所以勇士 我勇气 我们知道如果在人生当中 如果我们没有学习放手教给神 要勇气比你 不要忘记我们人只有一双手 不可能我们什么东西都要抓得紧紧的 如果我们要得到一些东西 如果我们也得到一些东西 那么我们可能也要放手放下一些东西 如果我们不会放手 我们就不能够抓紧那些更重要的东西 我们也会抓紧陪着一双手 如果我们不会把过去的伤害放手教给神 我们就没有机会抓紧欢笑则行的 如果我们不把过去的挫折失望放手教给神 如果我们不过去的伤害放手教给神 我们的眼睛会一直被蒙蔽 我们的眼睛会一直被蒙蔽 看不到我们未来的这个希望 我们有受得 我有能力的死磨 曾经有一位的弟兄跟我分享他的一些的经历 张江堯内从光放弃的世家里 他在信主之前他是一位的毒鬼 他有赌博上 常常上赌场去赌钱 赢了钱的时候非常开心 收了钱的时候非常不甘心 有一次他同样在赌场赌了很长的时间 赌到深夜 输光的 心里面非常的不甘心 他自己没有车 他就去叫了一两个计程车 司机在计程车里面睡觉 那司机在计程车里面睡觉 他敲那个马赶车的窗 叫这个司机起来 司机说我不在意你 我要睡觉 他呵呵甘心 他想回家把钱再带过来 他对司机说 如果这样 我给你钱 你继续睡觉 我驾你的车 我驾你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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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钱带带过来 我驾你一出 这个司机要不要 这个司机一出 当然要啦 对一一吧 又可以睡觉 要飞去 不用驾车 不用驾出 一二间打 要要车边 这一个人就是驾坐司机的车 这一个人就是驾坐司机的车 自己坐司机 自己坐司机 再司机 去三个司机 回家为了要拿更多的钱 回来这里来 走开路的国家都没有车边走开 当她回到家的时候 去收她的 她的 太太的那些的珠宝 一些的装饰 走开扫鱼 他踏鱼的赤鱼的做事 当时候太太醒来 多少个他省吃 太太哭做 对他送一句话 他踏鱼的带你过去书 如果你还不放手 你不单单会输掉这些的钱 你不单单会输掉这些的钱 你还会输掉老婆 你还会输掉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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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丈夫 他记得这一句话 他知道如果他还不会放手的话 只不给他输掉过去书 他不单单输掉的是这一笔的钱 他会输掉他的家庭 有时候我们要学习放手 为了我们要得到更宝贵的东西 无论我们也对得更宝贵的东西 这个弟兄他只有真正放手 这个弟兄只要给藏给过去书 他是了解 第三个字 他现在是教会的一个传道 他一颗藏 他生命真的改变了 因为他学习放手 他得到了就更多 他不单单得回他的家庭 他得到了宝贵的主 他不单得到宝贵的主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做一个智慧的选择 所以要是要我们严重点植物理学长 如果我们发现 若是我们不放手交给神 那我们会一直够我一幅或凶过他让 我们的死刺会更大 我们应该随时来买点的 在那一个时候 我们要有勇气 我们应该要弱子 我们要对我们的神受 我们应该带我们的让步 我要把这件事情放手交给你 我们应该不可以持续过凶过汗 因为我不要失去我的家庭 因为我不要失去我的随便 因为我不要失去我的健康 因为我不要失去我的死了 当我们放手的时候 表示我们已经下定了决心 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方向 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旅程 我们不愿意停留在长久的生活里面 我们不愿意跟着杂交的生活里面 我们要展开新的意义 我们也集体三个意义 让我们生活再次的有生命力有意义 你我们的生活这一次的要生命力有意义 所以你要记得 如果有一些事情我们不放手交给神话 只不摇 这是一个花瓶 一股小冲的一个互动进来 手拿不出来了 手拿不出来了 手放进去花瓶里面 手挂互动进来 拿不出来了 不出来了 这个花瓶是家传之宝 一个互动也是故居之宝 是一个不懂来的 是一个不懂 手拿不出来怎么办 手拿不出来了怎么办 这个孩子就在那边哭气 在那边哭 一个朋友给他哭 做妈妈的看到他 他心里面很得 拿着妈妈的尸牙上进来 但是这个花瓶是家传之宝 拿着一个不懂是故居之宝 孩子的手拿不出来 他妈的手拿不出来了 怎样的霸也拿不出来了 自然的霸也拿不出来了 怎么办呢 他自然做你 你要怎么办呢 你也自然的做你 做妈妈的心疼都不得了 做妈妈的心疼都不得了 下定决心 无等起伤 把这个花瓶打破了 不该不懂别跑了 这个手拿出来 这个手拿出来 但这个小孩子在拿出来的时候 就跟他妈的手拿出来的意思了 发现这个小孩子因为他握紧前头 故意跟他妈的样子 不讲的举手 因为他不肯放手 让你扶她握手 所以这个花瓶就没有了 所以那个互动有脑 当这个小孩子 打开他双手的时候 扣他妈的脸皮绍球的时候 到底他手里面有什么东西 到底你手里面有什么东西 怎么把物贵来一直要做钱呢 那不举一个人也做钱呢 爸爸看到他手里面有什么 干嘛吃着你手里面有什么 原来只是一块钱的钱帝 女人只是一个发的一个左边 一块钱的钱帝 一个发的一个左边 不会放手 抚过手 就失去了这个的宝贵的花瓶 有塞区的一个特殊的故事 有时候我们也是一样 咬着我们的二十一世 我们常常为一些的事情 已经失去了我们的平安 失去了我们的喜乐 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喜乐 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喜乐 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健康 然后我们已经将失去了我们的喜乐 现在弟兄姐妹 咱们弟兄姊妹 咱们弟兄姊妹 如果你在这种情况里面 只顾你这个一样的人说对吧 你要不要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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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不放手的话 只顾我们不放手不信 我们就好像这一位的小孩子 我们有何意义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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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 我们的喜乐义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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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或许有毁力让这些愁烦的事情 把他说过我们不愿意他必须执照 把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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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要应对 一块钱的钱帝 我们发现 一块钱的钱帝 而我们就失去了 我们的家传之宝 我们有赛去了 我们有故居自和 不想这样做 才是一个自备的理解 不是 你让做这个 只会去找 所以当我们愿意放手的时候 所以如果我们愿意 过手的时候 因为我们看到有更宝贵的东西 我们要托进来 要我们是这样 我们有各种部署 我们也作讲的 我们要等到 我们愿意放手的时候 我们愿意过手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宣告一件事情 只在我们许多一次之后 我们是对神说 神啊我信靠你 我们一直在帮我执行上课你 我相信你 我们喜赞你 我放手把这件事情来交给你 我们过手不愿意 只是愿意过 而且这一末的结果之后 你们要把你的重担 卸给你和说 所以这个人家 我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做大下哈一五年 什么叫做谢给耶和王 我愿意叫做下哈一五年 就是你要放手和放心 如果你也获修或获伤 表示我们信得获神 变着我一上的故障 表示我们相信神会看顾我们 变着我一喜三三百愧不我们 我们要学习大卫 文业无赞大卫 大卫是一个懂得在什么时候放手就放行的 大卫是一个懂得在什么时候放手就放行的 有一次当他被他的儿子 亚撒罗来追杀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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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当时候他是要逃离这个 亚撒罗来 亚撒罗来追杀的时候 当时候不是他一个人逃离 他的随从也跟他一起逃离 亚撒罗来追杀的 那么 还有这些的大祭司也跟他一起逃离 亚撒罗来追杀的 他们就那种业会跟 大卫一起的要逃向化业 亚撒罗来追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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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句话 我们是来说这一句 王对以撒的说 你将神约约会以台为神序 我若在天啊 那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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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会代表神的同财 约会代表神的同财 大卫 他如果自私的话 他可以要约会跟他一起的逃向旷野 表示神是跟他同在的 但是大卫他知道一件事情 约会不可以离开耶路撒冷 因为耶路撒冷是圣神 耶路撒冷代表神的同财 耶路撒冷代表神的同财 耶路撒冷一定要在耶路撒冷 要去耶路撒冷 所以大卫他有权力把这个耶路撒冷 所以大卫他有权力把这个耶路撒冷 所以大卫他要去罢朝 但是大卫他做了一个选择 但是大卫这里的徐长 他愿意放手 愿意获熟 他对大祭司说 把这个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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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回到耶路撒冷 如果我在神的面前 他会让我回来 他会让我回来 这个表示什么 这个表示大卫他相信神 他相信如果神要他回来的话 他会再一次的回到耶路撒冷 再次的本教约会证明 这一次的拜托有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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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是一个赫神圣医的人 什么叫做赫神圣医 就是当他知道他应该放手的时候 他就放手 有神听说 当他知道他应该认罪的时候 他就认罪 当他知道他应该哭泣的时候 他就哭泣 这个就是道理 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放手交给神呢 可能我们信不过神 可能我们信不过神 这里说当你放手交给神的时候 这里说他并不叫你动摇 当你把你的重担 他谢给我的时候 他并不叫你动摇 他会账管你 他会看顾你的需要 你相信这一次性吗 你相信吗 当我们不愿意放手的时候 多一分愿意过神的时候 想一想 有没有可能我们信不过我们的手 我一摇摇哭泣 我一上五个人上 曾经有一个人在山上上不可 他不小心就跌下山腰 幸好他抓住了一条的树坑 然后他就砍自己脑壳 神啊求你救我 你知道我现在非常的危险 如果我一松手就会跌死了 那如果我们一松手就会跌死了 这个时候下面就有声就传来了 这个时候五脑有个圣量居民 他看不到下面 你吃不下五脑 下面就有这样的声传来了 五脑有个圣量居民 他说现在你要照着我的话去做 如果有人你也尽量就不够做做 你一定不会跌死的 你一定不会跌死的 当我说一二三的时候 当提到一二三的时候 好不好你就把你的手放下来 然后你也尽量过 不要抓紧那条的树坑 非要做夹黑点的事的 当我说一二三 当我一二三 你放手 你过手 我一定敬你 你能够叫你 如果是你的话 只不是灵修 你要不要放手 你应该不过手 你敢不敢放手 你要把你打过手 你应该不敢放手 有时候我们不敢放手 要是否我应该不敢放手 因为我们信不过手 要是否我应该不敢放手 有时候我们不敢放手 要是否我应该不敢放手 因为我们以为 我们可以掌控一切 要是否我应该不敢放手 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把那些 已经不能改变的事情 看还是看为可以改变 我应该不可以放手 不可以放手 在人生的道路里面 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 有一些的事情是可以改变 有一些的事情是不能够改变 有一些的事情是不能够改变 所以不能够改变的事情 但我不能够改变的 我们只能够放手 我应该只能够改变 我们只能够接受 我应该只能够改变 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 我应该不在一个功课 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掌握在我们手中 不是哪一件事情 把那些不能够改变的事情 把那些不能够改变的事情 把那些不在我们掌握的事情 把那些不在我们掌握的事情 就放手交给神 有获修或哈喊 不要害怕事迹掌握 在也不在去寄口 因为神的掌握 会比我们掌握的更加的好 要让你继续的被我 一个继续的结果 曾经有一位的医生 曾经非常地了不起 结果医生 他二十八岁的时候 他就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 给你不是的时候 我读得了一五五五五 然后他又拿到了化学生物的 博士学位 有两个博士学位 他又是一名很著名的 心脏外科医生 他写很多学术的文章 发表在这个医学的杂志里面 但是当他结婚过 他是那个儿子 这个儿子呢 五岁的时候还不会这样满满 他心里面非常焦虑 后来他发现这个孩子患上了致病症 这个妈妈非常上厉 他认为他已经有两个医学的博士了 他是一个很肤色的医生 他相信他一定有办法治好这个孩子的病 他看了许多医学的书记 他带这个孩子看了全世界十三名最好的医生 但是他的孩子一点好传 内心非常痛 他在家里面一直责怪马云他的丈夫 他一直在大马云临近 四七老喜乐 四七老平 四五四五岁的女 在一次他驾驶载了孩子的时候 这一次他驾驶载了孩子的时候 因为不专心 要出去上 那个车不然间 竟然撞一下邻居的车的后面 一个出家 一路上桌桌的 把他给人这个出家 这个一撞就把他撞行 这个一桌又不会出手 当时不然间有一个声明对他说 多少许一知道要圣扬带你活 难道你认为你可以掌控一切吗 哪个营养你会去控一切吗 你认为你有两个博士学位 营养你要有两个博士目 你是一个很肤色的医生 你是一个很医生的医生 你就可以掌控一切吗 你有故意去控一切吗 这个妈妈 你的妈妈 在那个时候跪下来哭去的时候 在那时候就会哭的时候 神我要把我的孩子放手交给你 让人也有我们的孩子过行过汗 我已经知道我不能够掌控这一切 我们一家小辈子不能够去控一切 我必须要接受我的孩子 是有自律症这一件事情 我们必须一起有我们的孩子 是有自律症的事情 有一些的事情 有一些的事情 不要再抓紧 他也最作强 因为我们不能够掌控这一切 让我们不能够掌控这一切 我们要承认这一个事情 我们也承认这一个事情 人生里面有许多的事情 不在我们的掌控之间 让人们有许多的事情 不在我们的掌控之间 如果我们的思想 只顾我一个事情 我们总是这样的想 我们总是这样的想 我们认为每一件事情 一定要按照我的计划去做 我们要埋子 是不是一能也宇宙 我们的自然也做 我要怎样一定要怎样 能也自然啊 一能也自然啊 我们的手会非常痛苦 我们的手会非常痛苦 因为这种思想的背后 就是认为我可以掌控一切 所以当我们愿意放手交给神 我们是对神说 神啊 我要交给你 我一直带上我上啊 我相信你 圣经这里说 你要把你的重担谢给耶和督 祂必扶养你 祂永不叫一人都要 祂必扶养你 祂永不叫一人都要 祂永不叫一人都要 祂必扶养你 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放手交给神的时候 神不会亏待我 神祂不会亏待那些信靠祂的人 我们要相信 当我们愿意放手交给神 可能我们会失去一些东西 但是我们要相信 神不会亏待我 神祂会预备更好的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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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祂会预备更好的 神祂会预备更好 我面对了失望 我面对了挫折 他是神啊 我还是不放弃 我要对你说 我仍旧依靠 甚至到一个地步 我终身是在你的手中 我把我终身是在这放在你的手中 我终身是这一次的过程你的手中 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的梦想就是有一个孩子 神给他一个孩子 就是以撒 但是有一天神对他说 你要把你的孩子来献丢 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梦想 但是亚伯拉罕他愿意把他的梦想再次的放在祭坛上 但是亚伯拉罕愿意不给一个梦想 这一次又获得最大一马 他相信 当他愿意放走 把他的梦想放在祭坛上的时候 有个愿意不给一个梦想 获得最大一马 神会有更好的预备 所以亚伯拉罕说这个地方叫做 耶和华以乐 所以亚伯拉罕国家的国家这种 一无一类的 亚伯拉罕他相信 亚伯拉罕给醒藏 神不会回来的 当他愿意把这个梦想放在祭坛上的时候 他愿意把这件事情来教给神的时候 给亚伯各自此的过他上的时候 神会看不看 神会预备更好的来的 所以可能你对你的孩子有期望 可能你对你的先生有一些的期望 可能你对你的世界有些的指望 可能你认为你的梦想已经破灭了 把这些事情教给神 我相信神不会丢弃我 我相信神会给你一个新的梦想 我相信神会给你一个新的梦想 把这些事情教给他的人 让这些人动摇 我相信神会给你一个新的梦想 学习跳过来 把我们的梦想放在祭坛上 让我们对神说 我就把我的梦想放在你的手中 你来掌握我的梦想 你来掌握我的梦想 1924年 当时在巴黎有一个奥运会 美国有意味的运动员 美国有意味的运动员 这位运动员他是独木舟的运动员 这位运动员是多久的运动员 在1924年的时候 来看为是巴黎奥运会得到金牌的得奖 他花了很多的时间 他花了很多的时间 这位年轻人 他的梦想就是要在奥运会里面 拿到一个金牌 很多人也认为他可以得到那个金牌 但是在那一个时候 他的太太怀孕了 他曾经答应过他的太太 如果他的孩子出事的话呢 他要陪太太轻眼看中他的孩子出事 就这么巧 他发现太太的产级 竟然是他在奥运会决赛的人 还有日子 当时没有飞机 如果是今天很方便 知道他太太进医院了 在这里坐飞机给回去 如果坐飞机飞在那里 他说没有飞机 只需要坐船 只要坐船 只要几个月的时间 不是这么方便 如果他要参加这一次的奥运会 如果他要参加这一次的奥运会 如果他要实现他的梦想 只要给他三一一一的梦想 他就没有机会亲眼看见他的儿子出事 给他老子来参加自己的母子去世 那怎么办呢 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决定放弃参加奥运会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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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决定 Marvinupun level 一并有季 Burn spo 他的儿子 在荷兰的奥运会当中 得到了金牌 这儿子就了解 有两百多个钟 然后拿到了这个矩牌 那时候 他的爸爸也在长 他一起网兵 Renault 这个儿子得到金牌的时候 他把金牌挂在他爸爸身上 让他 Algun 顶 顶 顶 他 顶 是 他 顶 有 他 顶 顶 的 我 顶 就是 我 不 好了 谢谢你放下一个梦想 为了要请你看我的处处 这个金牌是你的 这个金牌是你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梦想 放在神的祭祷上 我很相信 神会经验我们的梦想 我很相信 神不会亏待爱先 给你把梦想交在我手中 我很相信 神不当然会祝福你 祂还要祝福你的后台 圣经有一句话说 信靠祂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上课给人必不至于羞愧 你相信吗 你是什么 信靠耶和华的人 上课给人必不至于羞愧 必不至于羞愧 神被教成永不动摇 上课给人必不至于羞愧 好不好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能 好不好我们学习这个功能 好不好我们无在义的功能 我们对我们的诅说 我们对我们的诅说 是我要学习把我的忠生事放在你手中 上课你无在义中心事或者你的羞愧 我要信靠你 你也伤口你 我要放下我的重大 我要放下我的忧略 有时候我也要放下我的梦想 我要把我的需要 我要把我的理想 也要放在祭坛上 我感谢你 因为我知道 你不会叫我羞愧 因为我知道 你会为我愿意最好 你为我愿意最好 我很相信 神不会亏待那些信靠他 让我们学习对神手 我信靠你 因为我知道 你是为掌羞 你是一无其余的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也自为七皮熊师父 我们把这首诗歌 成为我们每个的老道 我愿意不愿意修士父 我任我每个的 我们说 主 我相信你再掌羞 我使我使让你一只聚聚 也要花神一掌羞 也要不让你聚聚 我们一起吉利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也自立者的七皮熊师父 我们一起聚聚 我们一起聚聚 当我靠你一顶不去旁 当你一顶不相会 让你一顶表格于昨天 一顶表格我祭祢 你一顶往往有你 你一顶表格 往往一顶表格于白天 你是他独行 你一顶表格于是你一顶 在你面有他身体是 我心要经历 我都要尊重 天和华山一项全 祝福与人的皇后 我的神我的王 我的心要依靠你 我都要尊重 我都要尊重 你一顶表格于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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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心中的死 我都要尊重 彼此 我心要见你 我保养的手 也还化身一张圈 你是他无形 你是彼神 才已没有他 也还化身一张圈 我心要见你 我保养的手 也还化身一张圈 这是我们的地下舞 我们请师徒继续的谈 我们的地下舞 圣经说 祢要把祢的重担谢给耶和祖 圣经说祢是祢的祖父 祂必不养 祂永不教义能动摇 祂永不教义能动摇 信靠祂的必须之力 上可耶和祖父必须之力消耗 我们现在的心情 可能过去你有一些伤害 可能你面对一些的挫折 可能你面对一些的失败 可能你面对一些的失败 可能你一位更重要的一些的事情 你认为你要放掉你的梦醒 我那你一样有阶座也是 可以你也破掉你的梦醒 好不好我对谁说 好不好我带上我 我祝你一把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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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 因为你相信你 要我喜上你 我知道你掌管的你有肯定 我晓得你这一把自己的事情 我晓得你不会叫我收回 我晓得你不会叫我消贷 我祝你一把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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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我们要心靠 我们要放下我们的忠耗 我们要放下一些成类我们的罪 我们要放下那些食道失去喜乐平安 主啊 你帮助我们学心放下来教练 可能有时候我们看到 我们不能够实现我们的梦想 主啊 我们要把这一些的事情 在这里放手教练 因为我们知道主 你会纪念我们 你纪念我们的书票 主啊 我们知道 信靠你的人并不自由羞愧 是的 主 你恩待我们这里的灵跟弟兄姐妹 主 你随天我们在你面前诚心的祷告 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能力 让我们看到信靠你的人 真的 主 你叫我们永不动摇 是的 主 你恩待我们这里的灵确 我们谢谢你 我们既然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保护的圣诞 阿们 请坐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